在现代繁忙而紧张的生活环境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敏感而脆弱 请问两位老师如何运用佛法中的智慧 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请两位老师帮忙打步 一般来讲大圣佛法要圆满福跟慧 能世间跟出世间都要慧 那佛在世间成佛一定跟世间有很大的善言 才会到这个世界上来 所以这个世间法这部分佛也是非常圆满 从佛法可以摘入一些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用的 比如世色法就不思爱同事力行 那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方法 这本来是受受众生 那我们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这些我们都可以做 那布施度刚刚也有讲过了 那这边大家就业就是为了养家活口嘛 那所以这个变成帮忙别人 帮助需要帮忙的人 这个人家会感恩啊 那感恩当然就会人际关系会好 那你老是要跟他争啊 布施的反面就是争啊 那你跟他争大家当然就拍面稍看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布施度简单说 那那爱语呢 台南人前来说啊 好啊一句 拍啊一句 那你何必呢 那有的人很假薄啊 我告诉你 我为你好哦 你听着有人收起哦 保证收起 对不对 那就是不一样嘛 就表示最无客气啊 你要看那个老外讲话 是不是都是很客气 对啊 那我们这边的就是说客修啦 所以说话的 有时候比较没有一个安全距离 所以这个爱语就变成很重要啊 哎 爱语还要练习的 你像我们朝队齐能达意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我为公的出来就这么厉害了 你看我要听人家 说人家喜欢听的话 容不容易 不容易啦 所以你看做生意的人 是不是特别厉害 欢喜也要来做 收起也要来做 是不是都要说好话 对啊 所以生意人 哇 这个爱语最厉害 你没有爱语 人家还不跟你买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爱语就一个良好的互动啊 大家就是语言上 一般都是从语言上先起冲突 人家都开始求行嘛 那何必呢 口舌之争没有意义 没有实力 对不对 所以人生意人啊 哦 听头啊 听头要说什么 钱拿来我给他谈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都是要训练啊 这个爱语是一件很好 你小孩子啊 很多人小孩子很有成就 你问他怎么教育 我后来观察 他小孩子三个小孩不互相比较 就是都鼓励他们就好 就是这样啊 很多人很爱买孩子啊 小孩子是哪没哪没戳 他说自信心没戳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小孩子就毁掉了 那一样啊 你又爱语的话 那空子有一个 循行善诱 尊尊教诲 你看有辛苦吗 辛苦啊 所以这个本来 这个爱语这件事 变成很重要 人际关系 同事 力行 你帮助他 做他能够做的事情 对他来讲 他当然很方便啊 对不对 所以 大家 有革命情感 尤其是 同事的时候 并且是 大家 全计划了了 但是 如果在加班的时候 因为期限快到 我是随会计的 期限到了 五月份要报税 我跟你说 大家加班的时候 都没计划 对不对 是这样啊 要不然 你那个 五月份要报税 局限到就是截止 没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 工作热忱最高 这个从同事这边 就会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是 同样的 在做一件事 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这个是最容易 建立感情的 所以 力行的话 我们刚刚稍微 有讲到了 你看他在工作上 有困难 你就帮助他 而且能够 往这方面 往他的立场 去思维 有的人不是 就是指责他 不然幸灾乐好 你这怎么在人 疼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 还是要练习 不是天生的 所以有的人家庭 他家庭和乐 不会争吵 那个小孩子出来 跟人家相处 就容易 所以家庭交易会延伸到外面 那乃至我们随活之后 就知道这些道理 就慢慢改修正 个性慢慢改 大家都有脾气 所以如果说 什么脾气之后 我说你搞错了 不是脾气好 是风度好 风度好 是不是自我耶稣 对啊 所以这些多家 不是爱 同事力行 都是要反复的练习 人喜欢 我们要做什么事 就比较容易啊 同事就是 也是要这样啊 那个也是一个 我们的道场啊 以上报告 我们时间好像不太够 我简单讲一下 通常我们人跟人会相聚 都是一种缘分 只是每一次会以不同的关系 比如说 父母 夫妻 子女 兄弟 姐妹 亲朋好友 等等的关系出现 不同的身份出现 但都是缘 那这当中也有善缘 也有恶缘 所以恶缘是什么 比如说冤家 以前是仇敌 过去生就在相害相杀的 所以呢 每次见面 分外眼红 这是冤家 那第二种呢 他是来讨债的 比如说 子女拜光父母的家产 这个是属于什么 讨债 那么善缘的话 是 比如 他是来还债的 子女 他赚很多钱 帮父母还性债务 这是属于还债 还有另外一种呢 他是属于发愿 比如说两个人很好 他就说 那我们以后 继续当好兄妹 好兄弟 好夫妻 发愿来的 那还有一种是比较特殊 叫做真友 真实的善友 真实的善知识 那这个是属于修行的 而来的同参道友 这个在佛法里面是 相当特殊的缘 也是非常好的缘 那么每一次修行 彼此相聚的时候 就是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好 那通常我们碰到 善缘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 别人对我好 都是应该的 不知道 过去自己有利益过 对方 可是我们碰到恶缘的时候 通常有没有办法接受 很难去接受 我们会想 我又没有对不起你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等等的 心中常常愤恨不平 但是有了修学佛法智慧 我就知道说 原来有这些善缘 是因为过去有利益 别人 那没有利益到别人 甚至还伤害别人 他就成为恶缘了 那这个善缘就继续让他加深 继续利益对方 对于恶缘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要情绪控制 你就说你要透过拜佛 透过念佛 让自己心情稳定下来 不要跟对方争吵 暴冲 让这个缘分越来越糟 那同时要做的是 碰到这样的逆境的时候呢 心里要先忏悔 自己有恶的心情的时候 要先在心中默默的忏悔 向对方忏悔 并且念佛回向给对方 那么这样的因缘 这样的恶缘 他才能够慢慢的转变 可是并不太容易 他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但是既然我们修学佛法了 我们知道学佛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提升生命的层次 我们不是要跟众生在那边 结怨争吵 也不是要跟众生争名夺利 有了这样的高度 我们重新看待三世因果 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们会重新去检视 那么是不是我在六度的修行当中 不够周延 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是不是我利益众生还不够多 还不够广 从这边再去加强 那么这样就可以减少 跟众生的摩擦 也可以善待众生 就可以广结善云 也可以改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谢谢两位老师的答复 所以从两位老师的答复当中 我们知道 也就是菩萨的试色法 还有六度 行六度 以及慈悲力他等 可以改善目前人与人之间 关心紧张的一个氛围 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到三世因果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 此事虽然好像是 舍了自己的一些财物 来利益他人 但是以三世因果来看的话 未来是所获得果报 反而是智力比较多 所以学佛的佛地址 最主要的是眼界 放开到三世 所以佛法中 我们从菩萨的试色法 以及六度 以及慈悲力他 其实就是现在人 在这个紧张 以及繁忙的社会之中 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关系之下 是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好方法 感谢观看